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看到 小林村民向总统陈勤 认为灭村是增文水库越狱饮水工程惹的祸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高雄跟嘉义地检署已经决定要展开调查 而水利署长陈生贤今天也亲自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 但是他认为这次灾害是因为雨量破了记录 希望外界别再误导大众 另外对于有媒体报道他个人图例特定的包商 他也已经请经济部阵风处调查 他说自己绝对经得起考验 从台中赶回台北亲上火线的水利署长陈生贤 表情相当严肃 究竟越狱饮水工程是不是造成小林村灭村的元凶 陈生贤首先希望外界别再误导 就让科学来判定 这个是可以用专家科学来把它判定出来的 而且现在现场可以去之后 整个状况越来越清楚 不要再误导 然后挑起一些不必要的仇恨或是一些抗争 他说小林村距离民族村的工程隧道口有11公里远 东隧道不是爆破而是用钻孔开挖的 就算对面的西隧道有用到炸药 也是挖进去一两公里才使用 所以没有所谓的炸山造成山崩的问题 爆药的范围会让土石松动的 雪里的估算是0.5个低 就是在差不多3公尺到6公尺的范围内 超过几百公尺就没有震动的影响 另外外界质疑蓝河宴上移了400公尺 工程没有经过核诊就先偷跑 他也表示这部分早已停工 正要进行环境差异分析 细部设计的时候 因为你用实际测量结果出来 位置就有移动 应该要一边要做环差 所以后来我们也接受现在停工 不过雪里署的这些说明 环保团体还是很质疑 他不可以说谎 8月3号我亲自到那个地方 他们还在动工 环保团体说他们也同意要用科学方法来判定原因 不过月遇饮水工程当初在规划时就有问题 他不见得一定是小邻村这场灾难的元凶 但却是个帮凶 记者综合报道